在此曾經我是男生 我平常都是穿男裝的 我覺得女裝對我來說就是演出一場秀的感覺 美的衣服我都想穿 當然我不會去說什麼 我沒有在穿女裝 衣服都是一樣的 小哈利愛穿女裝原因全說了 兩分鐘自白影片曝光 我是男生 嗨 我是恩利 Harrison 我喜歡跟兒子逛街 她總是能帶我去認識很多新的品牌 打開我新的視野 她可以很酷 很可愛 很優雅 她簡直長在老媽的審美點上 伊能靜時常在抖音曬與哈林的兒子 小哈利一些日常 小哈利平時喜好在社群發多種 權威風格的OOTD 不過性別氣質卻時常受到抨擊 但媽媽伊能靜從頭到尾 都公開力挺自己的兒子 我做過最A病年驕傲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太多令我驕傲的時刻了 比如說你問我畫的每一幅畫 你替我寫的每一首歌 然後你跟這個世界探索 你與世界溝通方式的時候 那個非常強硬的你自己 都讓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驕傲 日前小哈利被接放 她也親接自己穿女裝的背後原因 嗨 我是恩利 Harrison 大家好 介紹一下你的穿搭 這是Mexon Margiela 我昨天跟弟弟一起去賣的 要不要撇個搖 他們都以為我們兩個在談戀愛 我們沒有在談戀愛 我們沒有在談戀愛 但是我不建議再唱一次熱搜 啦 之前看到你媽媽幫你拍了一張 你在穿女裝的照片 對 在此澄清我是男生 我平常都是穿男裝的 很小我就不是以男生穿裙子啊 或是男生流長頭髮這種想法去搭配 我反而是覺得 我今天想要給大家看的感覺 是一個比較Feminine的 一個比較柔軟性的 那我就穿成這樣子 我今天如果想要比較Grunge一點 我就會穿成這樣子 我覺得女裝對我來說 就是演出一場秀的感覺 美的衣服我都想穿 當然我不會去說什麼 我沒有在穿女裝 衣服都是一樣的 我當然不會說男生跟女生沒有差別 想要穿什麼就穿什麼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知道 哪些東西是先天的 比如說我自己有的 男性直覺女性直覺 還有哪些東西是我們剩下來之後 社會避允給我們的 我們現在活在當下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察覺到 但是如果你看到歷史 看到潮流的演變 才會發現這些我們所立的規則 還有社會避允我們這些潛規則 是多麼的荒唐 小哈利高EQ有想法的回應 也讓網友沾翻 真的被教育得很好 如果是我的孩子 他的思想會讓我覺得很驕傲 我愛過玫瑰沒有禁忌 最好的泡泡是美麗 最美的聲音開始放晉